Hello 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YouTube演算法的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就是YouTube上面许多破百万 破千万 甚至破亿观看的影片 很多影片的长度其实都蛮短的 可能才30秒 40秒 一分钟不到一 那当然就是可能这些影片真的是在短时间内有爆点非常有趣以外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观众的序块率高 那这个观众的序看率是怎么计算的呢 我打个比方 譬如说一个影片的长度是100秒 那观众也看完完整的100秒 那么这个观众的序看率就是100% 那如果说这个观众看了两次呢 那就是200% OK 那演算法就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非常优质的影片 然后就会推荐给其他观众看 出现在其他观众的建议频道请典里面 OK 那长度越长的影片呢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就算内容在优质 也容易因为部分观众可能中间时间比较忙 或者是有一些内容桥段比较无聊 他就把它跳过去 导致说你整体的一个观众看率是比较低的 那演算法会推荐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 那除非说你很擅长控制影片的节奏啊 让人完全不想跳开 不然我建议刚开始建议YouTube频道的一些朋友们 以短影片为主会比较好一点 那再来就是续看率高的影片呢 也比较容易有长尾效应 也就是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好几年都很容易再被演算法所推荐 OK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简单的分享 那如果说各位朋友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互相交流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